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我也在找原因 不太清楚 乡土专家沈福良前来排查 他养不大的 怎么会养不大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很急现在 从蜗牛个头小 到蜗牛长不大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请关注本期田间示范秀 为您带来蜗牛快长大 帮扶规则介绍 在每期节目中 栏目组接到农户的求助后 就进寻找乡土专家 帮求助农户找到问题发生的原因 并加以解决 本次帮扶即宣告成功 雨后 被挡住脚步的小动物们 又纷纷开始出动 作为陆地上最常见的软体动物之一 蜗牛没有脊椎或其他骨骼 但却拥有一个坚实的外壳 外壳保护蜗牛柔软的身体与内脏器官 透过较薄的蜗牛壳 甚至可以看到它们跳动的心脏 对于蜗牛来说 即便行动迟缓 也要背着外壳负重前行 然而富重前行的可不止蜗牛 一月下旬的江山市已经进入深冬 天气越发寒冷 凌晨六点 养之户毛军东 就和岳父来到自家菜地 时间在父子俩的忙碌中匆匆溜走 东方慢慢变白 天亮了 这就是让毛军东和岳父 从一大早忙到现在的小家伙 白玉蜗牛属于富足刚 丙脸木 玛瑙罗科 它是我国科研人员 从野生鹤云玛瑙罗中悬育出的 所以又被叫做中华白玉蜗牛 每100克蜗牛肉中 含有蛋白质60.4克 脂肪3.8克 以及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除了较高的营养 蜗牛肉还有一定的药用价值 市场需求很大 因此我国有很多地方发展蜗牛产业 小蜗牛也给很多养殖户带来富裕生活 但毛军东养殖的蜗牛 却出了问题 本期节目求助农户 毛军东 浙江省江山市上鱼镇人 求助问题 蜗牛个头小 东哥 接到求助 帮小妹第一时间赶到江山市上鱼镇 东哥 咱们养蜗牛都要建这种大棚吗 也有在自家里做了一下保温措施的 在自家养 我进来感觉这里面有点黑 就感觉这个空气潮潮的 就像夏天下过雨之后那种感觉 是这样子 我们蜗牛就喜欢在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 那咱们那个个头小的蜗牛在哪 个头小的蜗牛在这里 我看它也不小 比我平时见到那种蜗牛大好多 你那之前见到的应该是那种黑色的 对 就是夏天 对 下完雨之后 就是在土里爬出来那种小蜗牛 对 它们那个蜗牛跟我们这个不一样 我们这个蜗牛是白玉蜗牛 它这个品种叫白玉蜗牛是吗 对 这个名字看来也是根据它的样貌来定的 感觉它胆子还挺大的 碰它一下它都缩得特别慢 我感觉平时见的那种小蜗牛 只要一碰一下就回去了 它那个比较灵活 如果蜗牛的触角受了刺激缩起来 那是它对自己的保护 蜗牛有两对触角 一对长触角的顶端长有眼睛 能区别昼夜和光的强弱 一对短触角为嗅觉器官 可温到气味和寻找食物 除了触角 蜗牛身上最引人注意的 是这条白白的腹足 它主要由肌肉纤维组成 腹足的表面分泌有大量的粘液 这些粘液起到保护腹足的作用 避免蜗牛在爬行时 与物体直接摩擦而受伤 而且粘液的湿润性 让蜗牛保持了一定的附着力 甚至能让它们 从锋利的刀刃上爬过 东哥 这底下铺的是什么呀 这一层就是给它生长用的那个泥 哇 湿湿的 潮潮的感觉 对 这个就好像下过雨之后 那个土壤的那种感觉 是的 给它营造生长环境嘛 盘子里的是什么呀 这个是它的食物 这个可以拿出来吗 可以 这是什么呀 这里面是南瓜 蜗牛还会吃南瓜呢 蜗牛平常是吃青叶子的 只不过是现在天气转凉了 菜叶子比较少 就没有菜叶相当于 对 蜗牛的食性很杂 最喜欢吃的是蔬菜的嫩叶 南瓜 红薯 也都是它们喜欢吃的食物 为了让蜗牛更方便进食 这些南瓜需要打碎 和饲料 鱼粉等拌在一起 除了让蜗牛吃好 毛军东还给它们搭建了房子 就是眼前这一排排 像抽屉一样的水泥池 池里还要铺上 能够满足蜗牛休息的湿润泥土 蜗牛不喜欢强烈的光线 所以平时这些抽屉的盖子是关上的 温暖的环境蜗牛更活跃 因此养殖环境里还要有保温设施 给蜗牛营造一个舒适的生活环境 那东哥 你和我说 这个蜗牛的个头小 你这蜗牛怎么看出来是个头小的 我这些蜗牛是长了五个月了 还是这么小 五个月 对 大的在后面 我领你看一下 在后面 好 养殖肉用的商品蜗牛 需要先购买种蜗牛 养殖六到七个月 种蜗牛会产下卵 这些卵经过八到十天的孵化 会爬出小蜗牛 这些小蜗牛经过五个月的养殖 就可以上市销售 哇 这个好大呀 对 这是同一时间段的 哇 这个出来了 对 拿这个出来的 哇 放在手心里 哇 好大 几乎把我这个手掌都快占满了 是的 这个就是可以卖的 哦 那为什么咱们这边的这些是大的 那同样是五个月 那边为什么会是小的呀 这个我也在找原因 不太清楚 我们去拿过去比一比 东哥 咱们这一共是多少箱呀 162箱 你看 是不是 哇 这样一看就能看出来 很明显了 对 太明显了 这个连它一半都没有 没有 同样都是五个月的 对 同样时间的 那如果卖的话 那这两个会有差别吗 有差别 35克到40克是12块钱 以及35克到30克是10块 30克以下就8块钱了 在行业内 商品蜗牛都是按照 个头大小定收购价 个头越大 等级越高 价格越贵 可是毛俊东辛苦养殖 五个月的蜗牛 也就十几克 这样的蜗牛 收购商根本不会要 那如果这些蜗牛不拿过去 我们怎么处理啊 自己先养着呗 那这不养一天就损失一天吗 你每天都要为飼料给它养着 是的 那现在也在找方法嘛 像这种情况多吗 多啊 我这一排 一排 一排一排都 基本上都是 都是 是的 你看 都是这么小 这个也好小啊 把这个大的放过去 简直 你不和我说 它们是一个时间的 我根本就不会相信 我就觉得 这个要比这个大好多 感觉养的时间 也会长得好多 你这样一说 我觉得差得好大啊 那这一箱还有吗 还有 这个也是啊 这个也是 哦 几家这些都是 那有多少啊 这里160匙的话 估计有八九十匙 都是这种情况 那相当于一半多了 是的 毛军东从2019年4月 开始养殖蜗牛 162个水泥石 如果正常生产 每个石子的蜗牛 能卖八百到九百元 现在有八十多个石子 出现个头小的蜗牛 算起来 就是七万多元的损失 再算上 建大棚花了三万多元 引进种蜗牛 花了两万多元 饲料前 每个月两千元等投入 毛军东 入不敷出 哎 爸爸 这是儿子 是的 好可爱 哎呀 好可爱你 来 方小妹 给你介绍一下 我老婆 老婆 你好 哎 你好 哎 里面坐了 好啊 好啊 今年29岁的毛军东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为了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 他辞掉市里开挖掘机的工作 回老家养殖蜗牛 平时妻子照顾两个孩子 蜗牛棚里 岳父岳母帮忙比较多 一家人除了岳父出去打工 蜗牛是主要的家庭收入来源 阿姨 刚刚我和那个嫂子聊到 还正好说 你帮东哥在那边拐着蜗牛啊什么的 对 把他们师父帮忙他吧 他说你早上三点多就起来了 我老人家睡不去 我在我们年轻的人 感觉三点钟起床特别早啊 对 年轻人都是这样的 我这岳父真的不激怂的 那阿姨早上都去干些什么 办资料 办资料 资料办几个位啊 这些东西啊 辛苦是幸福一点的 辛苦就挣到钱就可以了 那挣到钱了吗 今天没养好 那当然说开挖掘机的时候啊 嫂子说挣得还比现在多呢 是的 那你现在他会回来养蜗牛 你有反对吗 他想做什么 我们也好 换一下吧 我们养蜗牛吧 这么小孩子啊 大家在一起吧 多舒服啊 多开心啊 东哥其实年纪和我差不多大 我觉得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 从事农业的其实很少 然后加上东哥家里人 又特别特别地支持他 现在东哥面临的问题也很大 又非常巨大的损失 虽然这个养蜗牛 这个行业的专家并不多 其实找起来也特别困难 但是我一定会尽我最大的努力 帮东哥找一个专家 好好帮帮他 每天早晨 沈福良的蜗牛加工厂门口 都会排起长盾 他行他行 这蜗牛不错 好好好 做为整个华东地区最大的蜗牛养殖 是加工企业之一 光南回去本地来教蜗牛的养殖户 每天都能达到60个以上 你们小心滑啊 小心滑啊 这些来教蜗牛的养殖户 大多是沈福良合作社的社员 他不光回收商品蜗牛 还为社员提供种蜗牛和养殖技术指导 社员养出的商品蜗牛 85%以上都能达到35到40克的 一级收购标准 本期节目乡土专家沈福良 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于新镇刃 养殖蜗牛21年 带动当地300多农户 从事蜗牛养殖 每天收购蜗牛10吨以上 求助农户毛军东的蜗牛 有一帮以上出现个头小的问题 却不知是何原因 当小妹帮她找到养殖蜗牛33年的 乡土专家沈福良 两个人来到毛军东的蜗牛养殖基地 沈老师 这个就是东哥养蜗牛的棚 东哥 小妹 在这 东哥 这个时候给你请来 相互专家沈老师 在养蜗牛方面特别的专业 沈老师 欢迎 欢迎 你好 你好 沈老师 小妹 从嘉兴到我这里要花多长时间 五个小时左右吧 要这么长时间 路上有件堵车 那在嘉兴养蜗牛的 像我们这种大棚多不多 有 但是少 我们那边都是家里面的废级房子 我们是什么样 我听小妹讲 你这边有蜗牛小 是的 你在这边 那我看看 沈老师快帮我看一下 你这个一只多少蜗牛 我放了120个 120个一只 是的 有手电吗 我去拿 少时热了 热了 热了 这里 这里面温度高啊 这有点热 你这个土多少时间换一次 看见脏的话 一般的话 这种小的十几天了 你养了几个月了 这里应该有五个月了吧 按照我们的技术 五个月已经可以38克到45克之间了 那你这个 也才十多克 十克最多了 达到三瓶蜗牛的时候 38克到45克之间的时候 我们应该四个半月到五个月 已经可以加工了 所以他还只有十几颗 我看得比较痛心 在得知 蜗牛的养殖密度 换土管理和养殖周期以后 乡土专家沈福良 有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沈老师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在看 观察一下 挑几个蜗牛 等一下 讲 跟小猫讲一下 这个蜗牛什么情况 我来拿一下 好好好 这个 伸展边你知道吗 不太知道 什么是伸展边啊 边上有一圈黄颜色 叫伸展边 蜗牛的伸展边 是蜗牛壳最蜿蜒 这一圈新长出来的部分 它的颜色略浅 质地较薄 它是蜗牛生长的标志 小猫 你这个蜗牛大部分 都没生长边了 看到没有 像这个 孙老师 这个没有生长边 会有什么后果啊 没有生长边 就 它养不大了 怎么会养不大 我没有卖掉 想留着继续养 养过段时间 它会长大 但是今天老师来了 一说 我这个蜗牛 长不大了 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很急 现在 有了生长边 这个蜗牛 才会慢慢地长大 没有生长边 这个蜗牛长不大 那也就是说 这些蜗牛 都不会长大了是吗 大部分都长不大了 它是 肉丝跟壳 是同比例地上来的 沈老师 这个没有生长边 是什么原因啊 你别着急 这个没有生长边 这个原因很多 我要先看看 它的种蜗牛在哪 你的种蜗牛在哪 我的种蜗牛在这边 等以为自己的蜗牛 只是个头小 没想到 却再也长不大了 毛军东感到很蹊跷 为什么好端端的蜗牛 会停止生长呢 这里做种蜗牛 是的 这里有多少种蜗牛啊 我大概有6000只种蜗牛吧 6000只种蜗牛 那你做种蜗牛是 把手填给我 那种蜗牛是 外面买的呢 还自己留的呢 这些种蜗牛 是我从 我自己养的那商品蜗牛里 挑出来的 我是引进来的 5月份引进来的种蜗牛 毛军东5月引进种蜗牛以后 先放在了棚外的菜地饲养 20天左右 这些种蜗牛 在泥土里产卵 并孵化出商品蜗牛 这些蜗牛 经过5个月的养殖 上市销售 还有一些蜗牛 被它挑出来 个头大的 我就给它挑到这里 养到现在留着种蜗牛 哦 沈老师 我看你刚刚在摁 为什么要摁它呀 按这个蜗牛是 看它有没有生蛋 还是什么回事 就我刚才按了 我们这个蜗牛 90%就有蛋 这个蜗牛 这个蜗牛 怎么看 这个也有 你看一下我看 我这个有吗 这个没有 怎么看的呀 为什么我跟你们讲 它怀孕了吗 怀孕了它肚子蛋了 那个啰嗦不进去了吗 说明里面有蛋了 沈福良说的蜗牛蛋 其实就是蜗牛的卵 用手按压 肿蜗牛的腹足 如果不能完全缩回到外壳里 就说明肿蜗牛 怀有卵 通过检查 沈福良发现 毛菌冬的肿蜗牛 怀卵量很高 小白你的肿蜗牛 是没毛病 所以我去看看 你的下出来的蛋 下的蛋在前面 那是我带你看一下 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 当两只蜗牛 情意绵绵地 拥在一起的时候 它们就完成了 一体受精的过程 十到十五天后 两只蜗牛都会产卵 这些产下的卵 呈淡黄色 数量大概在 一百到二百粒左右 养殖户会把这些卵 收集起来 八到十天左右 就可以孵化出小蜗牛 就这个是吧 对 就这些 这感觉里面都发霉了呀 在木箱里 沈福良发现 毛菌冬的很多蜗牛卵 没有孵化出来 还有一些蜗牛 虽然孵化出来 给它温度还是 你温度分布不均匀 这种地方你都通嘛 对 通的 你看跑温度 跑掉以后 你下面是很冷的 下面这一排的蜗牛都死了 我下面都是下面这一排 养到水泥池里面 最冷的就是最下面的 最下面的你 你温度不够 它不吃了嘛 不吃了就慢慢地会死掉了 蜗牛喜欢生活在 20摄氏度以上的环境 毛菌冬的养殖棚里 也挂着温度计 而且表上显示21摄氏度 但是用两个煤炉 给300多平方米的 养殖棚增温 很容易造成温度不均衡 尤其靠近门和地面的位置 温度明显不够 湿冷的环境 会导致蜗牛卵发霉 甚至让孵出的小蜗牛 发生死亡 我们是放一个空墨箱 冬天我们第二个箱子 才养蜗牛 所以让它温度高一点 沈老师 东哥和我说 它那边也刚架起来了 把那个蜗牛 那这样温度能够吗 架起来那边我们去看看 我带你去看看 好的 好的 小猫有手电吗 有啊 给我 你下午喂下去的都没吃吧 所以你这个温度不够 会影响它的生长 小猫你明白吧 就你看它不吃 如果它不出来吃的话 它不会长大的 你不吃进去它不会长大的 毛军东下午喂的菜叶 蜗牛几乎都没有吃 环境温度低 蜗牛不爱活动 不进食 就会造成生长缓慢 甚至停滞 所以在毛军东门口 和一些靠近地面的养殖室里 出现了很多 没有生长边的蜗牛 可让人感到奇怪的是 还有一些蜗牛 住的养殖池 明明位置靠近顶部 为什么蜗牛 也没有生长边呢 碳酸钙是蜗牛壳的主要成分 要想让蜗牛长大 外壳必须先生长 所以蜗牛喜欢吃富含钙的蔬菜 比如菠菜 花椰菜 卷心菜等等 这也是为什么蜗牛经常会被认为 是害虫的原因之一 所以人工养殖蜗牛的时候 要给它们的饲料里 添加石灰来补钙 小猫 你那个石灰比例是怎么比的 100斤的饲料 我拌2斤的石灰 正常比例 100斤饲料里面5斤石灰 关于毛军东的蜗牛长不大 乡土专家沈福良 首先排查出棚内温度不达标 其次了解到 因为饲料里的石灰不够 蜗牛缺钙出现长不大 可是如果说蜗牛缺钙 所有的蜗牛都吃一样的饲料 为什么还是有的蜗牛能长大 有的蜗牛长不大呢 乡土专家沈福良提出 让毛军东到自己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蜗牛长不大 是否还有其他原因 毛军东究竟该怎么做 才能在接下来的养殖中少走弯路呢 同样是养殖5个月 为何乡土专家沈福良的蜗牛 又大又肥 哇 这么宽 生长平越宽 蜗牛长得越大 外出参观学习 求助农户毛军东又发现了什么 让他受益匪浅 都不一样 田间示范秀 邀请您继续关注 蜗牛快长大 通过排查 乡土专家沈福良 发现毛军东养殖的蜗牛 因为室内温度不够 出现生长缓慢 甚至停滞的现象 同时邀请他 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学习 一大早 邦小妹和毛军东 来到沈福良的蜗牛养殖基地 小猫 这边是养殖区 那么养殖区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种菜 一个呢种菜 第二个呢 我们夏天养在外面 夏天就养在那里面是吗 夏天养在大田里面 陈老师 你这边菜还挺多呢 我看东哥那边 都没怎么有菜了 你养蜗牛菜一定要有 有菜才能把蜗牛养大 70%的菜 30%的饲料 小猫我跟你讲 这是我们一个流程图 养蜗牛呢 我们都要培训 就是所有的养殖户 想养蜗牛都要学习 你有没有学习 我没有去学习 所以你没学习 你就养不好 没有学到一定的技术呢 蜗牛很难养 养不好 你要去学 到我们眼睛室去看看 小猫里面温度有点高 这比我那里高多了 看这玻璃上还都是雾气 对 看看我们的蜗牛 神老师 这蜗牛是几个月了 四个半月到五月 感觉它的蜗牛 养得真大 真肥 比我在那里好太多了 同样是养殖五个月的蜗牛 沈福良的蜗牛 不光个头大 而且肥满度高 几乎个个都能达到 35到40克的 一级收购标准 神老师 那您这个一尺 您放多少个 我们120个 还有呢 那么边你看到没有 看到了 我现在也在看 这个黄的 你看 这个生长边嘛 对 漂亮吗 蜗牛又肥 这么宽 对 生长边越宽 蜗牛长得越大 你那个五个月才多大呀 在沈福良这里 蜗牛长到35到40克 居然还有生长边 这就意味着 蜗牛还能再继续长大 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两个人养猪的蜗牛 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哇 它一下就缩回去了 我也试试 它明明都很高 但东哥那边的蜗牛 我碰一下 它感觉缩回去的速度特别慢 温度不够 温度不够的它很晚慢 还有那个小伯你看到没有 它这么快就又出来了 对 神老师 我那边就是碰完它以后 它刷进去 它很长时间不出来 不出来还是温度不够呀 这里面我们温度要25度 增幅两度 小妹帮我们衣服 来一下 谢谢小伯良 好嘞 沈福良的蜗牛反应迅速 是因为养殖室里的温度 始终保持在蜗牛喜欢的范围内 采取空调增温 室内温度能稳定在25摄氏度左右 蜗牛感觉舒适 活跃度好 进食积极 吃得多 自然长得快 而对比毛君东的养殖棚 采取煤炉增温 很难让空间里的温度 保持稳定和均匀 温度不够 蜗牛不但行动迟缓反应慢 不爱吃食 就会导致蜗牛生长缓慢 长不大 甚至还有死亡的可能 除了环境温度 毛君东的蜗牛长不大 还有一个原因 也藏在木箱里 小伯良 你看我这个小蜗牛 板上 木框上都有 对啊 这好活跃啊 感觉 我们这个木箱里面是10窝袋 1500只左右 要过10天以后 封一次 我那边我都蜗牛啊 我印象我都大概放了 二十几窝了 然后等它反正就长着长着 长到拇指这么大的时候 我才一个一个地解 密度太高了 你要去分香 你不分香 挤了以后呢 你蜗牛长不大 为了让蜗牛 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沈福良在蜗牛出壳以后 会对它们进行多次分香 而毛君东在蜗牛孵化时 不光在木箱里放的卵多 而且蜗牛出壳以后 一次都没有对它们进行过分香 二十窝卵 每窝卵会孵出将近1500只蜗牛 都挤在一个小小的木箱里 伴随着蜗牛长大 木箱里的空间不够 一些蜗牛的外壳 就可能会被挤伤 出现生长停滞的现象 分香了以后呢 那个箱子有没有规定 它放几个这种密度 盖上面有蜗牛 盖换走 拿过去两个箱子 一箱封两箱 两箱分之下 你过十天再封一次 再一直一路封过去 我掌握的密度温度 我都是稀里糊涂的 但是从沈老师这里学到的 都是有标准化 就是有指标的 沈老师 那在箱子里养多久之后 能放到这个池子里去养呀 总共下蛋下出来 养两个月 养到大拇子大 七克到十克之间 毛菌冬蜗牛长不大的 又一个原因被找到了 环境里的温度不达标 和密度太大 都会导致部分蜗牛长不大 但是饲料里的石灰添加不足 是所有蜗牛都面临的问题 我门口就有拌饲料的 有石灰添 我们去拌给你看看 比例跟你说一下 没事没事没事 我比例你看好了 要用五槽 三 五盆 五盆好了 四料 五盆我们讲四料 我要石灰了 石灰要比例 你补盖嘛 对 补盖 你看 我们家 我们家有个比例 这里有条筋 我们都记过量 所以我们 就五比一的样子 审服粮给蜗牛拌料时 会用容器进行称量 尤其是石灰的添加量 毛菌冬的石灰比例 只有2% 而审服粮的石灰比例 能达到5% 石灰添加的充足 蜗牛就不会缺钙 外壳先生长 它们的身体才会长大 那么我还有那个鱼粉 鱼粉是增加它的味觉 你看小猫 上面有颗鞋 500克 对吧 500 那么你要放多少呢 要放两个半 沈老师啊 我能拍下来吗 可以啊 你拍下来 你以后能用到呀 可以啊 我拌了啊 看了啊 从下面 你看 对吧 我要把它拌均匀 石灰鱼粉 你就撒嘛 你的手指是撒开的 你看 好 来回收 你看石灰在下面了 下面再提起来 一定要给它拌均匀 对 我当时感觉 哇 这肯定是一个老师傅 他的手法很熟练 我都拌了差不多一年的饲料了 我也还没拌 拌不起它这么流畅 好 我要放水了 你就中间来一下 你再拌吧 就加一点水继续拌 对 你让它拌匀嘛 你加了多了变糊了嘛 我都是饲料弄弄好 水随便倒 多少 就一下把所有的水全都倒上了 是的 你这样拌会越拌越多嘛 蓬松了嘛 那我之前都是拌错了 拌到这样的程度差不多了 那沈老师 拌到这样程度差不多 我们就进去喂了是吧 你原来这么操作的 对啊 在家拌好了 我就直接喂的 我跟你讲 这个饲料拌好呢 它还在水分 还在吸烧 让它再蓬松 你看你摸一下 有的软了 有的还硬的 对吧 你让它过了一两个小时 让它发酵 发酵完了以后 你再过来 我是每一次饲料拌好 我就都直接去喂蜗牛了 还是应该多问 多学习 向老师傅们多请教 你养 我觉得跟养小孩一样 他很娇贵 你一定要当孩子一样去养他 你养好他 你转化为钱的话 你家庭生活水平也好了 孩子也高兴了 你说对吧 你对他好 他也会对你好 对对对 一样的 他愿意这么干 已经不错了 但是要稍微给他演示一下 他就更加 看到了 他在我这边看到了 看到了 不一样 不要要求对他太高 已经改变很多了 饲料拌好以后 表面微微潮湿 但又不会团在一起 这样蜗牛吃起来 更容易吸收 虽然都是常规操作 但往往门道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如果不注意的话 时间一长 蜗牛的差别就出来了 一把菜叶 是吧 你就抓一把菜叶 就分布一下嘛 分布一下你就拿一把飼料 你看蜗牛小的你少拿一点 蜗牛多的你满一点 我们这边这样一把够了 撒在那个菜叶上面 打个水枪 从上面喷 对吧 喷到下面 这个盖上面再喷一下 你关上就可以了 这样就一池喂好了 对 程老师 我看您干活着这么熟练 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养蜗牛的呀 我00年养蜗牛的 00年那时候您多大呀 2000年的时候 三十几岁吧 我们原来第一年养蜗牛 那个菜没有合理的安排 冬天冻死了 没有大棚吧 所以说我们到农贸市场去捡菜 批发市场那个包菜 后面一个要切掉 外面几张剥掉 剥掉那种他们不要了 把垃圾扔掉 我们去捡过来 我也要吃的 当时去农贸市场捡菜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不好意思呀 那有啥不好意思 有啥不好意思 我们带了被子 带了被子 人家都在那里捡呀 那我们装不下来 我们就开回来 那么我开回来 小车子开回来 或者我太太开回来 是我一个人在上场那里休息 他企业做得再大 他都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他也是从养殖户 每天干活到现在 把企业做强做大 我感觉啊 我也要向沈老师学习 一步一个脚印 得踏实地干出来 沈老师 那个我也看了您的位了 您能不能也让我学一下 操作一下 好的呀 你试试看 干活要利索你看 沈老师我们看看 东哥怎么为的 看看他学会了没有 小心你要看着 好 不会掉了 好 挺好 放菜叶 撒均匀 很好 饲料 对 对 对 撒均匀 再喷水 喷水 先喷上面 对 臂上 对 那个臂上 不是 你下面也要稍微喷一下 下面也要稍微喷一下 下面也要稍微喷一下 下面就喷在我身上了 对 东哥 你在沈老师要被蜗牛之后 有什么感受呀 我感受 我感觉啊 就是手涮了很多啊 它慢 它就是很多流程 去反复地去做 对 拿手感去控制 那么是你 现在这个蜗牛这么大 如果再大一点 你拿的就要这么拿了 就要拿 你现在说我是抓一把 你插这么拿了 你这么拿了 进去了 你不要碰 一碰掉下来 它运气这么拿了 对 杀 里面一杀 做农业啊 养殖粽子 现在一半年轻的不愿意干 所以它干活呢 没有像我这种 原来这种有劲 所以我要使劲使出来 让它跟着我使劲 我们讲 路子兄子加油干 你要使劲 要修复是奋斗出来的 沈福良的养殖基地后面 就是它的蜗牛加工厂 除了浙江本地 河南 江西 江苏等 多个省份的养殖户 都把蜗牛卖到它这里 哇 它这个大 沈老师 它这个比我那个大多了 对啊 不光是大 我跟你讲啊 它最主要是肥啊 你看 肉全部拖在外面了 对啊 它肉都在外面的时候 对啊 对啊 又健康又回 你看 这都是商品吧 对于沈福良来说 每天收购来自全国各地的 大量蜗牛 只靠销售鲜活产品 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它开发了 蜗牛肉的加工产品 延伸产业链的同时 扩大了产品销路 由企业收购 让知户不愁销售问题 这对于拉动 加新地区 整个蜗牛产业的迅速发展 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对于毛军东来说 外出参观 不光让它找到了 蜗牛长不大的原因 还了解到 蜗牛产业的发展前沿 这对它接下来养好蜗牛 增加了更多信心 外出参观学习 让毛军东了解到 自己在养殖蜗牛的过程中 除了温度不够 力度太大 饲料中的石灰比例不足 也是蜗牛长不大的重要原因 三个人约定 今天针对这些问题 逐一进行改造 那空调师傅 你等一下装空调的时候 我跟你讲一下定位 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我们三个带过来 三个师傅 叫他们做保温 做这个保温做一下 这个布要拆拆掉 我们三个人等一下 要加土 喂饲料 那么空调安装好以后 把这两个炉子撤了 现在不能撤 现在撤了以后 蜗牛着凉了 好 沈老师 那我们就开始干吧 改造队伍分为两组 一个是保温小组 也就是给养殖棚 安装空调和做保温 沈福良和邦小妹 毛军东是四位小组 他们首先要做的工作 是对蜗牛的饲料 进行重新配比 保证蜗牛外壳生长 所需要的充足的钙 鱼粉呢 五个饲料 五勺饲料 鱼粉在八分左右 那你的石灰呢 石灰在这 你这个石灰不行小猫 你要塞子塞过 我拿过来的塞子呢 在这呢 塞子塞这 我特意昨天给你做的 放在四楼里面 你要小颗粒的 这要用这塞子塞过是吧 你看很细的 你要车会要爆塞 整块的多 好了 雾烟了吧 小猫我跟你讲 鱼粉跟石灰同比的 就那么一点 五勺八分嘛 我们讲八分嘛 你没满我们这个叫八分 一分更是会一样 你倒进去就可以了 好吧 这就不一样了 它坐得近了 你一块一块的你没去搓嘛 我跟你讲话 毛军通400平方米的养殖棚 需要安装两台空调 这样不光冬季能增温 夏季还能降温 始终让养殖棚的温度 恒定在25摄氏度左右 空调安装好以后 还要给养殖棚做保温 首先需要拆掉 养殖池顶部 之前毛军东用来保温的棉布 换上泡沫板 并包上塑料布 其次 为了防止靠近地面的空隙漏风 造成下层空间温度低的情况发生 还要把养殖时底部的空隙 用泡沫板挡上 使养殖棚里的不同位置温度一致 最后 把煤炉撤出 炉子也撤掉了 保温层也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喂蜗牛 调整了饲料里石灰的比例 三个人准备对蜗牛进行四位 首先给养殖池 加上一层新土 再四位蔬菜和精饲料 最后对养殖池的墙壁喷水 乡土专家沈福良 建议毛军东 以后最好每天四位的时候 都给蜗牛换上一层新土 蜗牛喜欢整洁的环境 住得干净 心情好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食欲 蜗牛吃得多 自然长得快 因为毛军东这里 现在没有刚孵出的小蜗牛 所以关于蜗牛的力度 需要毛军东以后 等小蜗牛敷出来的时候 按照沈福良教的方法进行调整 还有一个比例的 我都跟你讲了 你这两天学得也很快 你已经算年轻的 在养蜗牛里面 我们蜗牛街里面 你三十几岁 养蜗牛的人很少 你印象很刻苦了 你要为了我们这个产业 也在做贡献 所以说希望 所有的年轻人都向你学习 把我们的蜗牛养好 把蜗牛产业做好 帮小妹 你好 我现在养的蜗牛很好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 现在都这么大的 这个肉都非常多的 看一下我这个肿牛吧 你看 我现在的肿牛 我就参观沈老师那边的 养殖场以后 我在我的温度上 密度上 还有湿度上 我都有所调整 现在是肿牛下的蛋很多 还有我这边 这边是为了下个月 放到野外养 做准备的 那到时候就把这些肿牛 抓到外面那田里去养 蛋还是留在这里孵化 我现在也有孵出来的小蜗牛 你看 这些都是刚孵化出来的小蜗牛 我也经常跟沈老师联系 特别的感谢他 我也感谢节目组 希望帮小妹以后来江山玩 一顿法餐 若是少了蜗牛的存在 就如同缺了点睛之笔一般 其实法国人早在拿破仑时代 就知道了蜗牛的美味 而蜗牛最有名的烹饪手法 为焗烤 在法餐中 经常作为开胃菜登场 白玉蜗牛肉质肥嫩 营养丰富 中国人对美食的研究 从来都不缺乏想象 随着饮食文化的发展 蜗牛也被开发出了适合中餐风味的菜肴 去壳的蜗牛肉表面撒盐 干淀粉和盐作用相同 都是为了去除蜗牛特有的粘液 冷水煮沸 锅中倒入蜗牛肉 焯水后迅速捞出 较高的油温 吹发出蜗牛肉的独特香气 较短的时间 保持了蜗牛肉弹脆的口感 爆炒 让人们品尝到独特食材的家常味道 跳下来 咱们两个鸡肉 冠想感 咱们两个鸡肉 两个鸡肉 咱们两个鸡肉 也会在变换 一杯 和鸡肉 鸡肉 尾和鸡肉 课